近日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接报以巴拿马级货轮 在南沙群岛万安滩西南约120海里主机发生故障 无法现场修复 船上有21名船员请求救助 南沙海上搜救中心立即派出正在南沙永暑郊 值守待命的大型海洋救助船 南海就115轮前往执行救助任务 救助作业现场气象海况极为恶劣 东北风7至8级 浪高5至6米 处于飘航状态的大型货船在风浪中剧烈摇摆 增加了救援难度 救助人员经过4个多小时协作努力 成功解脱预险货船 并历经9天的海上拖带 克服风大 浪高 水深等不利条件 纵化中国南海南北端 成功将预险货船拖救至珠江口安全海域 拖带航程近1100海里 自2018年7月27号 我国政府派遣交通运输部 海上专业救助力量进驻南沙岛礁职守后 专业救助力量共执行救助任务69起 出动力量135次 成功救助预险人员294名 救助预险船舶17艘 获救财产价值约14.06亿元 救助预险人员295次 救助预险人员295次